如果你們對考試有興趣的話 基本上我們現在這個題目 它主要是涵蓋的是進階級 進階級5題是哪5題呢? 基本上就是第一類到第5類 然後各出一題 也就是說它從雙數題裡面 會抽一題出來考 所以如果你把這些題目 一類總共等於是雙數題5題 然後5類的話就55、25 25題變熟了 你就可以去參加這個考試 它的考試時間是60分鐘 沒有學科 學科就是選擇題部分 然後呢 考試的費用是1200塊 如果你通過了 而且你考過了 及格分數是70分 它就會頒發一個證照給你 就這樣 如果你要考專業級的話 其實你只需要 跟進階級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它還會考單數題 單數 也就是我們裡面沒有單數題 如果你自己去找書 書裡面就有單數題 而且呢 書裡面也有所謂的學科 學科就是前面會有個題庫 就是有個選擇題 考試 OK 這個就專業級 也是一樣考60分鐘 但是難度會更高 而且難度非常高 為什麼? 因為它第一個它50題 等於是單數數都會考 等於是總共你要準備50題 第二個你也要考準備選擇題 那它坊間有一本書 就一本專門的書籍 那這個考試費用是一樣的 可是難度卻非常的高 那基本上這張證照我有拿到 我是拿到專業級 我有去考過 難度真的非常高 不過如果你們 假設如果可以在學期末 通過這張證照的話 那給我看 那我一定可以大大加分 OK 哪怕是你只是拿到實用級 那實用級的話 它比較簡單 它只有考那個1到3類而已 4、5類沒考 因為4、5類真的比較困難 我是建議 如果說你只是想要拿證照H 你就考1到3類也是不錯的 15題而已 也許 不許我們其中考試的範圍 也許就定在實用級吧 15題讓各位去選3題來考試 這樣蠻好的 一翻兩正眼 OK 應該沒有問題吧 那再來的話 最後我們剩一點時間 我是建議 因為這邊證照的類型非常多 裡面有這些 什麼人工智慧 什麼 這個就比較遠了 物聯網等等的 還有其他 如果我是建議 有些可以的話 還有另外我們 這邊有一個影像處理 不過我們不是用Photoshop 我們 後半段我們會講 不是Photop Impact 不是Photop Impact 我們是用Photoshop OK 然後其他的話 還有文書處理 甚至像中文輸入 英文輸入 數字輸入 其實也都是一張證照 還有PowerPoint 當然證照沒有人嫌太多 就怕說你一張都沒有 OK 那最後的話 我們就 再來看一下那個 104題 不過剩下的時間好像有點 不是那麼充足 我大概講一下這一集 基本上這一集 第一個 他要把學號 把它搬到前面來 OK 也許原來學號 學號的位置好像在這邊 他要把這個學號搬到 這前面來 第二個的話 計算年齡 這個年齡怎麼計算 OK 你不能說 你怎麼去抓取 那個他的年 跟今天的日期相比較 最後後面要加個稅 OK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說 把A欄跟B欄 複製到修克這邊 複製到這裡 這兩欄 把它複製過來 然後呢 把這個後面 C跟K 複製 複製到C跟D OK 再來的話 好像他那個格式 底下的顏色 他說要跟這個一樣 這個我怎麼知道 這個格式是什麼 你可以 其實底下填滿顏色 你可以 點一下油漆筒 它就會出現什麼 出現這個顏色 所以我就把 那邊的顏色填這個顏色就可以了 OK 所以這邊的話 要怎麼知道這個顏色 點一下就OK了 然後呢 把這邊的顏色 Ctrl Shift向下 然後一樣填上 這邊這個顏色就OK了 最後好像有一集最難 就是說呢 我要算什麼 我要算 這些學生 上課 就是上這個課的有幾個人 欸 我怎麼知道 有幾個人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 他有一些資料 什麼資料呢 就是學員的 學員有沒有 這個人的學號 他的姓名 然後他上哪一個班別 那也就是說 上這個班別的有幾個 你就是一個一個把它抓出來 所以上這個課裡面的 假如說是什麼呢 假如是這個班 C04的有幾個人 欸 那你當然 你可能想說 那我可不可以是 把它重新排序一下 我用A到Z 排序一下 C04 欸 算一下 1234567 七個人 欸 七個人沒錯 但問題特別重要 他不是要你 用 什麼 用人工的方式算 真的我發現 有人上班的時候 用這樣的方式算 那你要不要把它重新排序 如果你不想這樣算的話 有個方法 你可以用一個函數 叫做Count 加If Count if 其實像剛剛 我有跟各位講到 就是說我怎麼點名的 我怎麼知道說 你們有沒有出息 第一個你們要在 我的學期簽到簽到 第二個呢 我可以用Count if 這個函數就可以知道 你們有沒有來了 所以喔 這個地方 最關鍵地方 就用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非常重要 如果你會用的話 以後就可以很快的 找出 你那個範圍的資料 總共有幾個人 欸 這個如果要做一些 進銷存的 存貨出貨 做計算的話 這個非常好用 但是因為今天的時間關係 這一題可能沒辦法講 也許 下一次上課的話 我們再從104開始講起 OK 畫面再訪給各位一下 所以今天的話 我們也許先開個頭 下一次的話 我們就104 106 108 一直講 然後也許到 其中考試之前 就會把這些題目 全部帶完 OK 那時間也差不多 不然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 謝謝